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凰 昨天影響香港的熱帶氣旋圓規 現在已經減弱了一個熱帶風暴 它正是橫過北部灣 並且移向越南的北部 天文台已經在今早6時20分 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雖然圓規已經遠離 不過與它相關的外圍雨帶 仍然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在雷達圖像見到 今早有些零碎的雨區掃過香港 預計香港今天仍然會有幾乘骰雨 尤其是早上時的骰雨會比較多 看看今早的雨量紀錄 由凌晨到今早6時多 天文台在很多地方 都錄得超過20毫米的雨量紀錄 至於氣溫方面 在今早6時多時時 各區的氣溫 普遍是在24至27度之間 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大致多雲 亦會有幾乘骰雨 早上早雨會較多 另外日間短暫時間也會有些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到大概29度 風勢方面吹和門至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和高地 間中會吹強風 海面亦會有湧浪 大家要留意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明天來說 仍然會是間中有趙雨 另外到周末期間的時候 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口風 會抵達華南沿岸 到周末至下星期初的時候 我們的天氣會轉涼和變得乾燥 另外早上的氣溫亦會逐步下降 大家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再見